当然第一个 因为画有一帽号指的就是那个没有 反正一直猜 猜到随便你 就有点吃到饱的味道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限制的话 要不就是你加一个C 要不就是说 你加一个负回圈 有没有 类似啦 概念差不多 如果没限制的话 有没有 那就是画有一帽号 有限制的话呢 那就可以范围 范围的话我们就先把它注假 所以 一般习惯我前面讲过 就是有些时候不确定说 这个要不要删掉的话 那你可以先加一个锦字号 我习惯是Ctrl1 这个好像前面都跟过一句 这个Ctrl1很重要 你加注解 那你要取消注解 一样Ctrl1 所以Ctrl1这个非常重要 然后呢 如果你有范围限制的话 那你就加一个forI in range OK 所以这个forI in range 太重要了 请务必一定要打手 你不要以后打 打这个打很慢 那没办法 OK 不要打错就好了 那这个range也比较麻烦 就后面那个数字不会执行 因为 它会执行到 4的前一个 所以就是执行到123 刚好三次 OK 数量没错 然后冒后一下 那再来的话 逻辑判断 所以这里的话呢 等于是说本来我们只有三个判断是 一个是大 一个比它小 一个比它大 然后一个是答对 那现在我要多一个 多一个什么 判断这个I的词 它有没有刚好等于3 如果等于3的话 的话一样我就不能让它猜 直接跟它讲答案 所以呢 我们判断 直接就把它加在 这123里面再多一个 所以有4个哦 有没有 目前是几个 3个吧 1负 L1负 L4 可是如果还要再加一个的话 那再L1负嘛 所以我们干脆再把这个干脆 改成叫L1负 等于这一个它就变成 有没有 本来是if 有没有 那就把它改成L1负 那上面这个空下来 这边再加一个if 有没有 那这个if的话呢 就是去判断什么 判断那个I的词 如果它等于 等于3的时候 OK 不过呢 可能还有第二个 第二个条件 就是 第二个条件就是 而且你没猜对 有没有 如果你第三次 可是你第三次 如果猜对的话 那理论上 那就猜对了 如果是不是这边 它不跑 所以如果我们 第二个条件是 如果它也没猜错的话 所以end 第二个条件end 没猜对的话 那就是什么 g g就是它猜的 不等于的话就惊叹号 不等于什么 rnd OK 所以这个逻辑是 如果你猜了第三次 而且你也没猜对的话 有没有 这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OK 然后呢 底下就做什么事 enter之后 或者tab键 记得这边要一个缩牌 就跟他讲说 你已经猜第三次不能再猜了 所以这个要打得要多字 这个的话是 这边 这个 所以一样 我把刚刚那个叙述 再把它放到这个后面 所以跟他讲说 你猜错了 你只能猜三次 然后答案为什么呢 一样是rnd OK 好 这个来试试看好了 这个叙述 而且没猜对 如果不加的话 等于3应该也会跑这里 如果没有猜对 这个我们再斟酌看看 如果这个不加 会不会也是可以对 如果可以对的话 这个其实是可以不用加 我们来跑跑看 理论上这样应该是OK的 执行一下 那当然我也先乱猜 不过应该不会猜对的 第一次 第二次 那我都猜一样好了 所以这应该是 三次之后 有没有 答错了 有没有 他一样break的 那其实他不是break 他是因为这个回圈子 跑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之后有没有 他跑这边 那所以呢 直接跳梨 可是如果假设 我试一下 如果假设我这边 没有加这个判断 看一下 如果他三次了 是不是也会跳这个 那不对 如果最后一次我猜对呢 如果他第三次了 可是他猜对了 不对啊 所以这个一定要加 这个不加也没有办法 因为如果最后一次 刚好猜对了 可是我猜对了 可是问题他刚好 那他也算他猜错 那不对 不合理 OK 所以这个一定要加 这个不加应该是 会出错 因为如果最后一次 刚好他就猜中了 也会把它判定为 他没有猜中 所以这个的话 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那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然后把它改为 这个FOR违圈的写法 画面先换给哥 我建议你可以把这个再转成VBA 其实转VBA很简单 我前面讲过 其实以前没有Trial EVP 真的很困难 但是现在有Trial EVP 真的就很简单 你就开头 就把这个程式 这28页这一段 Ctrl C 然后就直接把这个程式 前面再加一个 怎么请帮我转为VBA 我再改为好了 改为VBA 然后把程式 直接贴在后面 Enter就可以了 他就可以马上帮你把它改成 VBA的版本 OK 他这边有回复 看一下 应该他 他有看懂 对吧 那VBA 你也不用特别解释 因为这个VBA 应该算是 还蛮固定的名称 好像应该不会有另外一个VBA 不会因为VBA 你看VBA会想到 应该没有那种其他的 所以不会 特别要解释 然后他说来 而且他甚至还知道说 这个是随机猜数字的游戏 所以他显然 他已经能够马上解读出 这个程式 到底是做什么的 OK 然后以下是改写为VBA的版本的程式 所以其实我前面一直强调 你要怎么知道说 那个Charlie Vita是能够理解你的意思 通常就看这个 他的回应大概就知道了 所以有时候看一下回应 不对 你这个回应好像不太懂我的意思 那表示应该是有问题 OK 所以这个我想这个回应应该就看得出他应该是 那你可以看到 到底有什么差别 第一个差别 就是他的乱数 就是他的乱数 他是用个函数 叫做RND 他不需要额外像那个 这个Python是要 import一个RND 另外一个模组 另外一个模组 我们的这个乱数是要 import 这个 利用这一个模组里面的这个方式 那这个RND 它是内建的 所以直接就可以 然后他得到一个乱数之后 那这边的话 你会发现这边有个叫Do Do回圈 其实它是一个叫什么 全名其实就是DoFile回圈 只是说呢 他的这个Do后面 怎么少一个File Do的话有点像 也类似像File回圈 不过理论上应该大部分都是DoFile 可是他这边没有个坏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写法蛮怪的 我不太会这样写 OK 然后把它先RUN一下 复制一下 那你可以直接怎么样 就把它开启Sale之后 再一样 我前面讲过 Visual Basic 按右键插入模组 或者是上面有个插入模组 然后把程式贴上去就可以了 OK 这应该执行一下 它这边会让你产生 这个叫Input Box 输入10 有没有 这边会有一个 这个叫Mesh Box 然后太高 太高 高的话就是 所以就1到9 1到9的话就是6 OK Enter 好 又太高 所以就剩1到5 1到5的话 那我就3好了 OK Enter 太高了 那就只1跟2 1看看 恭喜猜对了 有没有 然后就离开 就结束了 OK 所以基本上 这个逻辑差不多 当然你说 你如果想要 藉由这样的方式 学VBA 也是一个方法 OK 如果你说 是这个很多地方 我不太熟悉的话怎么办 其实我跟魏讲 单影号开头都是注解 所以如果这个 它的程式解释的不够详细 你可以在那个 里面加一个叙述 请帮我加详细的 这个什么 程式注解 他会帮你把那个里面的注解写得更详细 或者是说 跟魏讲 在VBA的这个宣告 跟Python一样是可以不宣告 所以我的习惯是可能把 只要是DIM开头的 后面就是一个变数名称 这个是它的形态 在VBA是两种都可以 就是你可以宣告 也可以不宣告 所以我的习惯是如果我不想说 可以不宣告 那不然我就把它抵抵掉 就跟Python一样 Python是可以不用宣告 所以我习惯 假设我不想让程式变得太冗长 那我第一个会把它直接砍掉 会不会影响 其实理论上不会影响 看一下 这个居然有出错 他这边有编译错误吗 按确定 那有可能是 我看一下我这边工具选项 我可以把他停一下 他这边的话呢 如果说他一定要宣告 这边也没打勾 看一下 我知道了 这边有一个错误 有没有 他这个写的 有一个很大的错误 这个错误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变数名称 RND 他用VBA里面的函数名称 拿来当成是变数名称 那因为他搞不清楚说 你这边有个变数 你这边又有一个函数 到底这两个是什么 所以这个前面名称 可能要改一下 如果没改会发现错误 OK 所以这边我把它 当你按说明 他也会跳 为什么出错 所以我这边的话 如果为了让他 发生错误的话 这个名称把它改一下 所以我都 改 但是底下会用到 但是我这边改成R算了 不要用RND 底下这边的话 因为底下也会有RND 这边有没有RND 所以我就把底下这个改一下 这边也有 所以理论上 下面会用到就两个 没有了 所以 这样理论改完应该OK 试一下 OK了 所以这边 假如你们遇到类似的状况 那就可以这样改 把它取消好了 不是 这不能取消 一定要拆到太低了 恭喜猜对 不然现在打你 OK 所以这个我想提供给各位参考 如果你假设 希望把那个什么 把就是 Python的程式 改为VBA的话 那很简单 请帮我改为VBA 那刚刚的话 只能拆三次 或许你也可以把它加上 他就真的只有拆三次